研究人員指出 全球大約76億人口 無論是否瞭解各種原因 過去12個月都感受到了地球暖化 對氣溫造成的影響 這個人數佔全人類的96% 法新社報導 根據氣候科學智庫 氣候中心以同行審批方式撰寫的報告 有些地區在這方面的感覺 遠較其他地區強烈且頻繁 在熱帶地區以及四周被吸熱海洋環暴的小島上 人們受到人為氣溫上升不成比例的影響 儘管這些地區的居民對氣溫上升 幾乎沒發揮任何推波助難的作用 研究人員在今天發表的這份報告中指出 他們在2021年9月到2022年10月之間 進行分析的1021座城市中 以南太平洋的摩薩亞和帛琉兩國首都 所受氣候影響最為明顯 這些城市氣溫上升的可能性 與全球暖化從未發生的假想世界相比 通常高出4到5倍 然後再加速再加速時